一大早7点多,科博馆门口已经聚集许多民众 大家全书来欣赏本世纪最后一次的天文奇观金星临日 现场有科博馆人员驾设多台天文望远镜 分别提供各种观测方式供民众欣赏 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在6点9分到11分左右 因为各个地区的时间会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金星从太阳的左方慢慢的切入 然后通过太阳中心 然后到大概12点49分50分左右 它会完全的离开整个的太阳盘面 所谓的金星临日 就是金星刚好在地球和太阳中间三者乘一直线 因此民众只要通过黑色玻璃朝太阳方向一看 就会看到一个小小黑点,那就是金星 而这天的奇观从清晨6点12分左右就开始出现 整个过程持续到中午12点48分 金星才会离开太阳表面 对,特地过来看 我已经看得很清楚 对,因为它放大了 对 大概在9点钟那个方向 就一个黑黑的 金星跟太阳的比例实在是差太大 就是小小的 如果要拍又要看比较仔细的要到后面去看 我们看看吧,就是到9点或10点的话 如果云层散开来的话 不需要天文化眼镜,用我们的黑玻璃 或者是刚刚我们介绍用这个太阳黑子观测器的话 那个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 太阳位置越高了 那云层对阳光的阻挡就比较少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甚至 对,黑子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七八颗的太阳黑子 由于一早太阳位置较低 受到云层遮蔽的影响,光线并不充足 直到8点多才波云见日 甚至连太阳黑子都可以清楚看到 广方表示 金星和地球轨道交错 每隔243年才算是一个周期 因此错过了这天就得再等100多年 要到西元2017年才能再见到这样的天文奇观 记者洪嘉宏,台中小博导